聽完無罪判決 萬華分局員警張錦毅 回到工作崗位 穿起制服 戴上帽子 一直以來 他對警察這份工作 問心無愧 造成這個不幸的 也不是我們願意的 但是我那時候一定要這麼做 所以說無愧於心 2013年8月 當時一輛黑色轎車 衝進西門町徒步區 張錦毅在後頭苦苦追趕 鶴令停車 眼看范嫌不理會 又想加速逃逸 他趕緊開槍自治 車子有速度之後 怎麼樣把車子速度給 阻擋下來 就只有輪胎的部分 那只能開槍射擊輪胎 但意外打死犯嫌 被一業務過失致死起訴 張錦毅歷經4年多的官司纏送 出庭將近30次 每一次都很煎熬 和從前的模樣相比 臉上也多了些皺紋 短時間內滄桑不少 但上午聽見 審判長宣判無罪的那一刻 張錦毅不出法庭 終於放下心中大事 剛剛聽到審判長判決 無罪這兩個字 心裡面的石頭總算輕輕的放下 當時我的職責是一個自發者 那現在這個判決就等於說 給我們一個自發者 一個公益 案件發生後 原警的用槍時機也引起討論 但無罪結果宛如一季定心丸 其實張錦毅從警 已經243年相當有經驗 任職過保一總隊 台北市保安大隊 萬華分局派出所警備隊育有兩女 他說他也會對意外身亡的 離性犯刑 留下了三名子女 負起盜獄上的責任 另外張錦毅也提到自己的媽媽 一得知兒子無罪消息 就著急著說要去廟裡還院 臉上再次掛起笑容 說這個年終於能好好過了 記者徐志明 柳玉錦SNG小組台北報導